大家好, 欢迎来到却游讲教却游, 我是Happy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一款对战型的卡牌游戏, Altered TCG 在 Altered TCG 一对一的模式里面, 玩家会利用一副牌组在Ascarva世界里面进行冒险 双方玩家中间会设置五张的冒险地形卡 一端会放置双方的英雄marker, 另一端会放置伙伴marker 而中间会背向上随机放置剩下的三张敌人卡 游戏的目的就是让你对手更快地将你的英雄和伙伴marker在类途中相遇 游戏开始前, 双方会将自己的英雄卡放到各自的区域中间 然后随机选择一位玩家获得先手marker 然后洗云牌组, 双方各自抽取六张卡 选择当中的三张, 背向上放置到魔法区作为魔法资源 卡牌上方正中间分别是名称和种类 右上角的符号和边框的底色代表了它的种族 左上角就是出牌的费用 蓝色大圈代表由手牌打出所需要的魔法点数 而小圈代表由保留区打出所需要的费用 卡牌的下方就是它的能力 要留意卡牌的能力会有不同的触法条件 分别用不同的符号代表 战序代表在任何地方打出时都会触法 有手代表在手牌打出才会触法 而有框代表在保留区打出时才会触法 如果卡牌是角色卡, 左手边有三个冒险数值 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地形 森林、山蜜和水源 在Alted CCG 里面每个回合会称之为一日 当中包括了五个阶段 阶段一, 早上 游戏的第一日会略过这个阶段 之后每个早上都会执行以下这四件事 第一, 先手玩家马卡会给对手 第二, 会重整所有已经还置了的卡牌和魔法资源 第三, 玩家会各自从牌组抽取两张卡 第四, 会由先手玩家开始 决定是否放置一张手牌作为魔法资源 阶段二, 中五 执行所有中五触法的效果 正常来说就没什么特别要做 阶段三, 下五 是主要的行动阶段 由先手玩家开始 每个玩家轮流去做一个行动 玩家可以先执行若干的快速行动 例如场上卡牌的消耗效果 又或者保留区卡牌的支援效果等等 然后就可以进行主行动 选择打出一张卡或者Pass 打出卡牌可以由手牌或者保留区域打出 根据牌上的相对费用去支付魔法资源 角色卡牌可以打到英雄的左侧或者右侧的冒险区域 分别代表它帮助英雄或者伙伴进行冒险 就与卡通常一次性的效果 执行完就会放到保留区 地票卡就是打到相对应的地标区域当中 要留意的是由保留区域打出的卡牌 所以会附上Freading的marker 代表它不会再回到保留区 如果你没有卡可以打 又或者不想打 可以Pass 打一旦Pass了 在这一天就不会再进行行动 如是者双方玩家轮流进行行动 直到双方都Pass了为止 那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阶段4 黄昏 是总结冒险旅程成果的时间 英雄和伙伴的冒险是各自分开计算的 首先我们会将相对应冒险区域的角色卡 每个地形的数值加起它 然后看看相对应的英雄或者伙伴marker 所在在什么地形上 只要其中一个地形的冒险数值 比起对手高就可以向前走一格 好像一个例子 绿色玩家Mike的英雄marker所在的区域 就有三款不同的地形 所以只要其中一款地形的数值 比起对手高就可以向前走一步 就算它有两个地形的数值比对手高也好 都只要向前走一步 这个例子里面 它的森林的数值就比起对手Ella高 而Ella来说 它的英雄marker所在的区域 就有森林和水源两个地形 虽然森林就输了给对手 但水源的数值就比对手高 所以Ella都可以向前走一步 阶段五 晚上 会将所有在冒险区域的卡放到保留区 如果有Fleeting Marker 就会直接气调进入气牌区 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多过两张卡在保留区的话 就要选择多出的卡进行气调 同样地 地标区域都会有数量限制 如是者 当阶段五晚上完成的时候 就会开始一个新的回合 由阶段一早上再开始 直到有一方玩家 它的英雄和伙伴Marker 在同一个区域相遇 就会成为了赢家 如果双方在同一个回合完成这件事 看看有没有一方可以走到更多的报数 如果没有的话 就会再进行多一个缺性的回合 三款地形都会去比较 以上就是Alted TCG最核心的规则 其他的卡牌能力 状态效果 排组限制 以及其他的游戏模式 都可以去官网找到 如果大家有其他任何问题 都欢迎可以在这里留言问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